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头版 哇 还有内页三版 哇 都是整版的版面 告诉大家什么 由周锦文总编辑亲自出手 大概是定的啦 就是内阁的人选 卓荣泰 郑一军 郑副隔魁 祖阁 那其他的国安人选也都定案 但内页来看看他怎么看 马熙会 马熙会 直接用正战学院前院长余忠基的讲法 马熙二会10号要登场 是不是 就是要杠美日峰会 把他拿来跟美日峰会相提并论 同时呢 他还被形容 马被中国当有用的白痴使用 这是日云的论点 酸言酸语 不过像邱泰山喔 他公开在访问的时候却说 其实这个就是务实明白现况的这样子 应该要运用这次的机会来创造两岸善意 所以邱泰山的说法 他是负责两岸业务的 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留任 但邱泰山的说法是说 其实这样的做法 两岸有沟通交流都是好事 不应该给他带多政治解读或者期待 对于马前总统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还有可能即将见到习近平的话 对 你怎么看 邱泰山毕竟还是比较理性了 他对大陆方面两岸的情况 我看要比其他人都要了解 现在这个蔡团队里面 我对邱泰山 邱泰山 甚至邱泰山 我都觉得都不错 坦白讲 比较起来 比较其他绿营的人 你看 还把马上就当了白痴 哪有一个人对国家前援手讲这样子的话 对不对 哎 这是台湾的民主吧 我不是跟你讲 那跟他把那个美日峰会来相提并论 有没有一点国际常识 对不对 你对大陆有没有一点基本的了解 大陆的形式的作风 大陆的外交 他的对台政策过去 你把过去的历史来看一看 你把蛮久前副总统 你把他抬得太高了吧 你就是拉他来对抗美日 来对抗这个美日峰会 他的分量有这么高吗 有这么重吗 他现在又不是国家领导人 又不是台湾的总统 我坦白讲 就算你今天台湾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 你大陆会拉台湾 来对抗 这个来跟美日 他要做什么 拼场 我看有人讲的拼场 选举语言呢 他以为现在还在选举 很多绿营员我觉得 对国际的 我实在不想讲他们 说老实话 我有很多学生也在绿营 我常常检讨一下 究竟是我们是不是 没交好 当然没交好 当老师都是真的有很多地方都要检讨 不过我常常自我安慰 黄埔军校也会出共产党 对不对 所以啊 不过真的是要对当前的国际行事 真的要 把那个真的看得太重了 把马英九拿来拉来 作为美日峰会的对抗 那也太小看习近平了吗 你小看习近平 你高抬马英九 然后你误判的形势 我的结论就这个样子 回去好好嘟嘟国际关系 好好了解大陆的 我们现在对大陆的情况真的是不了解 因为疫情 还有过去这几年 两岸真的没有来往 很多应该有的交流都没有了 包括这个双方面的一些智库学者 其实都没有 过去还常常跑去大陆一下 然后看一看有时候 所以为什么这次 马英九他要带来一些青年学者 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建设 对不对 当然了 你从台湾的民主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 大陆上当然自由度 各方面 你不能像我们这样的 骂总统是个白痴 他们不会骂习近平是白痴 也不敢骂 对不对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台湾可以到处骂人 真的蛮好的 可是从另外 媒体都拿到标题来骂 我觉得非常荒谬 就是对于过去的元首 一点尊重都没有 一点尊重都没有 那你这样这个 就冤冤相报 就是冤冤相报 所以你将来 所以台湾这个社会 它基本上 某种程度来 我觉得从这次 从今夏这个事件以后 一直到现在 他们对于马英九这个反应 我就对台湾整个社会 它那个分裂这个状况 我台湾讲 真的是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我跟一些美国朋友 他们政府的 有些官员 也是前政府有一些官员 我常常跟他们讲一件事情 我说台湾现在的问题 不在于武器了 你给再多武器 当然是必要的 都没有用 因为使用武器的是人 台湾现在这个 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情景 这样那个分化 你到时候打仗的人 你敢把握 所有人都去打仗吗 现在好多 我们听了好多的说法 我听了当然是不以为然 但是反应是个事实 要打仗你去打嘛 把我上次在你节目里也讲 我上温夏立言也好 甚至我觉得马上 这是去高谈 两岸不要打仗 两岸要和平 对很多人来讲 包括蓝营的有些人来讲 你干嘛呢 你踩什么刹车皮啊 打就打嘛 是不是就打 你何必去帮忙呢 对不对 你要和平 谁感激你啊 你也不过是个白痴而已 谁感激你啊 我现在在大陆上 我老实跟你讲了 我以前这些年来 几十年来 已经将近四十年了 因为我老实觉得 中国人本来就不应该互相残杀了 这个历史已经给我们 中了很多的悲剧 包括国共内战 都是打打杀杀 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 你看到军阀的格局 老是内部老是打 把我们的元气都快打光了 那这几十年两岸能够和平相处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现在看起来 他好像这个社会 这个分裂的程度是 我个人觉得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现在很多人 他根本不认为你是中华民族的嘛 他也不认为他是中国人嘛 他也不认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现在是所谓的文化台独 很多人就说你该去中国化嘛 另外另类的文化大革命 你将来的打仗就是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我跟你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我以前在报社里面当编辑 我记得当时那个 哥拉费 你晓得哥拉费 他是这个利比亚 利比亚强人嘛 当时伊拉克跟伊朗打仗 就两一战争的时候 我在报社看那个新闻很有意思 有人问这个 因为他们是可兰金 姓回教 伊斯兰教 那教育里面讲 反正圣战跟异教徒打仗 死了一定上天堂 所以你看阿拉伯人 很小的小孩子都去当战士 有人问这个 哥拉费 说这场战争 伊拉克和伊朗这场战争 你觉得他们 结果是会怎么样 哥拉费讲 他们战士通通下地狱 就是你自己打自己人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这样的演变下去 你高喊和平 保护马鞋 一点用都没有 那变成真的是个讽刺 我看这个报纸 讲这个白痴 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都当了很久的白痴 很久的白痴 刚刚教授讲 不要再当白痴了 要打就打吧 教授刚刚讲 十号见面 是习近平拿来 跟美日峰会 抗衡新闻版面的一种做法 教授的看法 这个叫做 小看习近平 高看了马鞭九 但高看了马鞭九 在行程上的确是高规格安排 包括了下高铁 有VIP的专车 直接开进月台 包括了到故宫的时候 几乎是一个准风源的状态 当然也刚好 因为拜叶伦 闲着拜登之命到 所以前一天 就已经把这一天 列为为他闭馆的 列为闭馆日 那马前农刚好这天来 所以就闭馆 从容的在空无一人的故宫里面参观 一切都是高规格 所以本来大家以为 昨天是不是可能 在某个行程中间拜席会 最后看到他是在 故宫这里 就很开心的在逛 然后最后他讲了 其实就好熟 因为他用的是韩国瑜过去的名言 就是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对啊 他们这对马确实是 给予很高的规格了 两个台办副主任 那个抽开明 我抽副主任我很熟啊 以前他在道德 也是智库出身 我们都很熟 他们给予这个规格 待遇真的是很高 几乎到了国家领导人 这样一个待遇 这是大陆这个一向的做法 就是他觉得你就是老朋友嘛 交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 是他们常常讲的话 你可以说是他统战吧 对不对 因为台湾最喜欢用统战这个字嘛 你就统战吧 可是他毕竟他做的事是漂漂亮亮的 他就是说 你虽然下台了 你虽然卸任了 你没有权力 连国民党都不让你站台了 对不对 你在台湾这样的 可是你过去 在你任内 确实对两岸和平发展 做了重大的贡献 确实那几年 想想看吧 我们回想一下 台湾人很健忘的 最明显就是我们观光产业了 观光产业 各方面都一样嘛 多么的畅旺 那个时候谁需要想到说是 我们要研议啊 那个时候谁会想到 这个台湾会是兵凶战委 国际媒体 谁会把台湾当成世界上 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就想想回想一下 但是不会有人去回想 当时是两岸共好的状态 最好的时候 那大陆 对习近平来讲 他也觉得这几年 让他能够专心的 能够处理他内部的一些问题 他希望两岸维持一个缓和的局面 就像邓小平当年 1979年 对不对 你也晓得当时 这个告台湾同胞书也好 当时要把对台的整个政策 都从这个过去的武装解决 改为这个和平统一 主要因为 他也希望台海良好的环境 因为他跟美国 79年同样一天建交了嘛 所以他全心全力来推动 邓小平当时的改革开放嘛 到底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当然对马英九是很肯定 而从另一方面肯定之余呢 他释出的讯息 就是你将来 你要赖归 菜归赖谁 你不妨 看看马英九 想想马英九 从中间你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歧视 什么样的歧视 所以这会是这一次如果马习会真的见了面了之后 最重要的讯息吗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认为明天他们见面了 会有谈出什么新的花样 会有什么新的说法 我不认为是如此 我不认为是 因为对于新的说法也好 新的当然了 对目前民进党的执政 他一定要想到他能够做得到的地方了 对不对 你今天一步跳跃到一个很高的 比如说谈到融合 谈到统一的 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想民进党他可能做不到 你能够民进党将来赖上台以后 520上台以后 你能够从过去台湾两岸关系 从哪里 这个 脉络可学 从哪里跌下去 从哪里站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我才讲 我在讲520 我对于这个赖的讲话 我认为他最大的功能 可能只是缓和关系而已 缓和目前这个紧张关系 当然很多人认为没什么紧张 个人见仁见智 我看到很多媒体上有的人讲 说我们认为两岸目前很紧张 我跟国防部长 那个谁啊 邱国 邱国阵 邱国阵 邱国阵一样 我们都太紧张了 也睡不着觉 太紧张了 其实 就像丁宇宙将军讲的 我们现在一点忧患的意识都没有 但是问题来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苦处在哪里 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我是觉得能够缓和关系 但不足以改善关系 因为民共之前没有互信 没有互信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赖 他可能要做的比过去 就算你接受九二共识 我觉得都不够 他可能要做了更多 因为九二共识当时有这个东西 就是隔制争议 讲难题的 为什么会隔制争议 因为当时是有互信的 至少有一个中国的互信 默契 有一个中国的默契 有一个中国的默契 应该这样讲 大家都认为是有一个中国 但是对各表 才能不说破 不说破 才能有那模糊的空间 你连那个基本的互信都没有 没有你各表的余地 不晓得你会表到哪去 所以当年马亦又讲了一句话 在墨西哥太阳报讲一句话 这句话是很 对大陆方面 他是听着 他是觉得非常受用的 他说你让我表 我不会表到 明白的讲 我不会表到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 甚至于根本不会表到台独 但如果今天 好 你接受九二共识 都不晓得你表到哪去了 所以这个互信才是一个基础 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 田野蜜语 如果我们没有互信的话 你讲的都骗人 是不是 田野蜜语 我们讲 所以我是觉得 赖上来 那当然了 你看你怎么选择 我看你刚刚讲的内阁 很多还是 蔡总统任内留任的人 对 很多留任人 如果他们不改变一下思维的话 因为形势不一样 形势是不一样的 那个蒋经国研论讲 潮流也改变了 对不对 这个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按照习不断的强调 现在百年未有的大编剧 你看看就这段期间 你看印太地区多热闹啊 多热闹 是不是 这边的这个美日非澳也在演习嘛 是不是 那边的东南军区大陆方面也在出动这个演习嘛 这边的要三国峰会在美日非三国峰会 那边的话 准备安排习近平跟普京也要见面 那么印尼的刚当选总统也到了大陆去访问了 那越南的外长也到了中国大陆去 两边都在呢 都都都都都很热闹啊 对 这整个这个国际局势 包括南海 朝鲜半岛 台湾 在未来这段短期呢 他都是牵一反而动全局 在这个形态上 我们这个国安团队 我们的政府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 应该这样讲 比较能够符合现实 比较 可以往前走 往前走的 让台湾在这个困局 在一个变局中间 我们应该找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方向 这是你的责任呢 因为票投给你了 那他们虽然只有40.5% 但毕竟啊 民主政治就这样子 老百姓你选出来的话 你就要付代价嘛 对不对 我基本上我的态度是这样 所以我不喜欢你 可是选出来的话 你还是国家元首 我绝对不会骂你是白痴 我绝对不会用这个形容词来骂 要有点水准 台湾老百姓不最美的是人吗 美在哪里啊 对你在国际 你在你让大陆他看起来的话 哎呀 有时候觉得 好了 这些侧异啊 某些媒体的这种言论啊 才有可能没 我们休息一下来谈 因为苏琪认为 这次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无论如何都是好事 因为让这个两岸之间 有更多善意的讯息 同时他认为 美国也会乐见 因为让台海相对稳定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但是有没有这么的 刚刚讲的所谓的高看马英九 说可以拿来跟美日峰会抗衡 顶多新闻版面 但他其实是在 怂动的新闻版面 东南亚在越南 或其他国家的见面 刚好一台叶伦等等 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上来以后 习近平就忙了 他一个大国外交嘛 对不对 那台湾他能够稳住就好了 咱就希望台湾能够稳住 两边不要有事情 你以为大家喜欢打仗 没有人喜欢打仗 只有文人喜欢打仗 他不晓得一将功臣惯不哭 我们是逃难过来的 我们知道战争可怕 你那也没有这么经验 没有但是没有人想要 我们在一个大时代 你看乌克兰今天的状况 你就看着令人真是触及心 死伤都是平民 现在很多寡木都带了孩子 所以真的是十号见了 那只好请您十一号再来一次 没有 你也知道 新闻 欢迎回来 《壮宣网千秋万世》 今天邀请赵春山教授 来看马英九前总统 在北京 昨天从入到北京之后 一路都介绍非常高规格的待遇 我们把这个谈到一个段落之后 来看看内阁人选 因为就目前北京的态度的话 看起来就是十号啊 拜席二会登场 应该就是没有悬念了 那自然从自由时报 一开始讲说改期十号 他就特别讲是跟 所谓的美日峰会有关 为了要杠美日峰会 拿马英九来消费等等 那当然苏琪认为 其实美国方面也会希望 马英九这趟的行程 可以有助于两岸讲文 是 我同意我的老友 苏琪的 他就是他当年 我们一起 我们的背景也蛮相似 我们在华府的时候 我们都研究俄国问题 当年苏联问题 我们也都研究中苏关系 我们也就研究国际政策 而且是 苏琪教授 我的老朋友把我带到 这个 马英九这个国安团队里面 不是马英九 马那个时候 我跟他不熟 是苏琪 所以我觉得 我对他很多看法 我坦白讲 大家都在一个地方 受教育 在美国 在华府那个地方 我们也常常 听一些演讲 我记得 John Hopkins 有个China Forum 每个礼拜 有时候在 Tubank Circle 那边都有演讲 我们还选同样的课 有时候 我同意他的看法 美国也不希望 这个时候 跟中国 发生冲突 两个核子大国 要发生战争的 可能性是不大的 不然就不用通话了 就不用通话了 就不要有热线了 而且现在你看中美 气球事件发生以后 现在第一个 慢慢恢复的就是军事 就军事高层 因为这个军队 这个是最危险 最容易擦江走火的 所以他慢慢的恢复 当然他是有竞争的 可是你不要忘了 中美他竞争 他一定是长期的 竞争 但是必然就有合作 国际政治 他的铁律 就没有一个 国与国的关系 就是单纯的就是竞争 或者confrontation 就是冲突 或者单纯的就是 这个合作 corporation 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定是 一定是 一个竞争 关系 所以这个角度 在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的东西 美国现在 这个从San Francisco 这个拜习会以后 你看最近 他们又通话了 你看起来 他还是维持 这样一个缓和的气氛 可是另一方面 他也是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各自还是在拉帮解派 是不是 多希望 按照大陆说法 都希望全球多几化 那美国他当然 尤其将来 川普上来 希望能够维持 America first 美国第一 所以双方会有 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存在 这都不可避免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谁都不希望了 因为台湾这个问题 尤其是美国 他乌克兰难道不吃尽的苦头了吗 而且台湾跟乌克兰又不一样 台湾他会涉及到 你想想看 我们要了解 我想美国 他比台湾更加清楚 他们研究中国大陆 比我们我想应该研究了好 是不是 因为他要把他当了对手 中国发动这个历次的 不是发动的 应该讲说参与 有的是被动 就是参与了历次的对外战争 没有一次不跟领土主权有关的 你从196 从这个抗美援朝 我们叫做韩战 一直到62年的中印战争 一直到69年的珍宝岛事件 一直到79年的中 这个中越战争 哪件事情不是领土主权有关 而当涉及到领土主权问题的时候 中国它是常常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你看这几次战争的时候 中国大陆内部都是有多多少少的问题 1969年文革嘛 很简单 1979年要改革开放 照样打 照样打 所以你不要 所以美国它是了解这一点的 所以你才讲 所以美国它要 两面手法都要做 都要做 但是它一定是保持什么 它就是要去风险 对 这个San Francisco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美都要共同来管制 这个风险 这个战争风险 这个战争风险 当然是 主要是包括台湾问题 所以习近平才会说 要守信用嘛 旧金山协议 当初讲好的要遵守 要遵守嘛 所以他们 所以大陆上他也 也不希望打仗 也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 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包括你看 昨天本来应该8号见面嘛 对不对 我判断 我判断 到昨天下午 我的了解 昨天下午 甚至才决定要 要改到时间 要改到时间 我昨天还 上午时候我还听 我听大陆一个朋友跟我讲 应该是8号吧 应该是昨天下午 然后到下午3点钟 告诉我 要改期 而且确定是改到 应该是改到10号 就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 研判 很多这个 接受记者访问 我认识很多都是 教授嘛 接受访问 都改期了 都改期 就改到10号 你想想看 就是大陆 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就说 连这个问题 我刚刚讲 就连这个 安排见面 这个问题 他的 他的考 他的考虑 都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 他有他的一个思维 细腻的同盘考虑 那何况是战争呢 何况是两岸 发生战争的 他难道 他当然也要考虑到 是不是要付出什么代价 可是有一点 当你涉及到 他的体制 就是一个 你说他的集权也好 你说 你说他是一党专政也好 这个问题 是涉及到 权力的合法性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引用新加坡 李光耀执政的话 中南海的任何领导人 如果眼看着台湾 一步一步的分离出去 还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 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光耀是华人社会里面 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方面 去试图去 很多事情是不能尝试错误的 很多事 我们叫尝试错误 就试着看 踩底线 有时候你一试就没了 有一种观念 你晓不到 小孩子喜欢去摸电插头 烫不烫会不会电到 电到 我们一种理论说 你去电一下 你电一下 下次你就不敢了 我告诉你 一电 电死 我告诉你 是不是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去尝试的 那像台湾 现在很多人 他就不信邪 不信邪 就试试看 那就是吧 我常常开玩笑来讲 都是年轻人 对不对 老头子 我们有时候常常 有很多人跟我讲 赵小兽 你不要再狼狈时间了 每天苦口婆心 我说没办法 我们老人就是毛病 就是啰嗦 对不对 我就不断的提醒 忧国忧民 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 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经过战乱 总是希望不要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是可以不发生的 是不是 你比如说这一次 我举例的讲 麻烦就是去 如果大家 就像邱南山这个说法 就接球 就像邱南山 邱志伟这个讲法 很好 凡是对话 凡是沟通 对和平有利的 我们都乐观气声 你如果用这样的反应 去 下一步就是民进党 跟共产党的沟通 对嘛 对嘛 而且 从国民党过去的沟通 寄取一些经验 我现在有个想法 我现在觉得 当年 那个时候不是要 蔡英文要搞这个政党 各个政党 不是大家要来个 共同什么协商 什么东西 国事会议什么 我觉得现在有必要 国民党内部 就大陆政策 国民党内部 先来辩论一下 然后各个政党 就防照当年 老友 许新良主席 我也很钦佩的一个人 他当时 他在当民党主席的时候 中国政策辩论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这样子 因为你 这个将来我们面对的 就是大陆 我就怕国民党 自己讲不清楚 没关系 真理是越辩越明 让大家可以各属己见 然后民意 才可以从当中的讨论 有机会行人 你有国民党 现在很多人会赞成 马英九 就是去大陆访问吗 你认为是有共识吗 夏立元副主席 现在此刻正在美国访问 然后看到提出 一些什么2D 延续之前的 虽然会我以后来谈了3D 继续有这样的政策 但无论如何 美国要控管 所谓台台的风险 例如 他最在乎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最新的宣布 是在美国要盖 第三座金元厂 最高可以获得美方补助 2112亿元 但说说 因为有时候补助案 在美国不一定 但总投资会超过两兆 当大家都在看说 哇美国相对风险很高啊 盖场的进度 一直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他继续选择留在美国盖场 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美方需要台湾什么 就是这个核心的关键技术 不可以地震 他们就说 哎呀发现 关键外媒就讲 关键技术跟 而晶片在台湾很危险 所以就要搬到美国去啊 我们之前的东西 将来统统走了 留下的是什么东西 我也担心这点 你要留几个 手上我们要五牙小说里面 你这个天下 你这个当师父 当师父人 对不对 你有时候你要留一手啊 你要台湾现在要这样子 台湾现在我们常常觉得 不要老想到 我们大家都说民主啊 所以你就会来帮助我 那个玩意儿 我告诉你啊 在国际政治太多这个例子了 非常现实的啦 所以你要想到 有我什么东西不可取代的 武器 不管是实际的武器 或者是真的有关键影响力的武器 对 那个谁 金正恩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把原子弹绑在我的腰带上 他把原子弹绑在我的腰带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有哪个东西是我们的这个 核心 我们的这个真是 关键 关键的 对对对 应该是什么 宝物吧 有什么 那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 将来你就是 利用价值没有就没有了 是不是 十之五位 七之可行 我们要想想看嘛 我常常觉得我们人才也是不错了 像我们这个半导体啊 芯片 其实我们的工作 这个作业人员 他们一般的素质真的是很高 是 我们人才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但是当然一旦 人才都外流的时候 那怎么办 好 你今天看自由时报 大概拍版了吧 因为由自由时报来公布 几乎是官方 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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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版本 把内阁人士做了一个宣布 果然是清明节之后要宣布 那只是这个宣布的管道是自由时报 那么告诉大家说卓荣泰是格魁 副格魁 像之前传过什么林家龙啊什么 没有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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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半天 是郑立军 那潘孟安是党 潘孟安接下来要帮他 衔接的是这个 民进党秘书长 对不起 潘孟安是内定的总统府秘书长 然后党的机器林又昌要接民进党的秘书长 然后很关键的是国安团队 对不对 因为大家外界都认为 莱清德是没有国安团队的 在这个报道里面告诉大家说 国安的团队呢 是由秘书长在这里 国安会吴钊燮 外交部长转任 回任到国安会 然后原本的顾立雄呢 国防部长 国安局长蔡明燕 留任 那本来是说 这个是周景文总编辑 他的分析 告诉大家 本来六位隔魁人选里头 童子贤 那企业界的这一位 他赖清德非常信任 倚重的企业家 一度还点头说 答应要接隔魁的 考虑要接隔魁的 但最后 以家庭因素拒绝了 那外交部长谁 外交不知道 五遭卸入 跑到国安会 外交部也不太重要 那两岸的 休泰山是不是留任也 也不晓得 也没有提到 所以我们卖个官子 进广告 当我把这个名单 就自由时报的 这个公布的结论 问教授 说他第一反言说 那完蛋了 那为什么呢 我给你随便聊聊 你怎么马上 泄露国家的秘密 我们泄露他的秘密 为什么呢 待会广告回来 请教授帮我们来 解读这个盘算 到底重点在哪里 看起来就是台湾价值 马上回来 凶死这个吴世瑶讲说 我们的人选境都是 都是台湾 他的使用词叫什么 台湾 对 还是台湾 台湾 什么 不然谁不是台湾 他说他是台湾人 台湾队 我们是中国人 现在肯定不写什么台湾队 对对对 他们才是自己人 因为林佳龙各种方法想要争取 看起来怎么名单里都没有他呀 哈哈 其实现在应该 现在应该 这包写这么大三个版 应该应该定了吧 不晓得 总统府没有必要是一件 他还都是自己人啦 也就是说没有 所谓符合社会期待的人 符合社会期待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少数脆弱的总统 所以你需要一个更符合众望的 相对客观一点 蓝色彩淡一点的专业人士 但显然最后还是自己人 那所以就是都是自己人 好多事 爱怎么样怎么样嘛 所以我没有期待了 没有期待 还有公民心嘛 公民心原来 公民心比较专业了 对我自己个人对他 对对对 他以前在我们那边 也很熟了 搞经贸了 欢迎回来 旧号秀网千秋万事 刚刚在广告前 跟大家念了一下 自由时报公布的 最新内阁人事布局 自由时报报派 但看起来大概十之八九 那所以以这样的布局来讲 应该是只有一个形容词吧 就是一个贯彻赖清德意志的团队 就是只要赖清德想干的事情 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那虽然国安人马 显然还很难有自己的人马 所以人家沿用蔡英文的团队 看起来几率最高 怎么看 秦义社嘛 是不是 我想秦义社的 这些人对中共 当然如果我们用强硬派来 鸽派跟硬派来讲 大概都是大部分是硬派 对吧 你包括 你看孤立熊也好 包括那个谁啊 吴章燮 吴章燮 吴章燮是我们老同事 基本上 学识各方面都还不错了 但他这个 就是意识形态这方面 也是属于强硬嘛 是 所以在这个 这个 我觉得 这是一个怎么讲呢 如果用来斗气 战斗 我觉得是OK了 完全能够贯彻一识 但是要来斗智 可能就 不够 不够 我一直主张 国防部 我一直主张 在目前这个状况 是要 我一直主张 有军人出来 来担任 我平常我是战争文人的 因为一个民主化的 对不对 文人当国防部长 在台湾过去 也有这种先例嘛 可是目前的情况很特别 就是我们的军心很重要 你要找得住 军心很重要 找一个非军系系统的人 很麻烦 这样对军心 这个时间很麻烦 很麻烦 除非 除非 一个情况 我必须要给他特别的 来说明 前后就是李文中 我一直认识他很久了 李文中退服 做得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很多老兵 对他 所以还要看人 你能不能够 李文中也是新潮流的 我的印象好像是 对不对 可是他跟这些退伍军 那些老兵 相处的真的非常好 除非这个样子 你这个国防部长 你能不能够得到 你的炮车 你的这些弟兄 真的 因为真正要打仗是打阿门 这点很重要 还有除此之外 我想我们这个制度 你想到最后的权力 真正还是在 尤其国安方面 还在总统手上 还在总统手上 金融委员 现在要改革 要总统来做报告 但实际的权力 在总统手上 那行政院呢 现在基本上 在我来看呢 周中泰 周中泰 他看起来还是比较 看我这开外表 我不认识他 看起来就是比较 选民党主席 你是好像蛮温和的样子 相对温和 相对温和 温和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要处理的是 一个多数的国会 是不是 那所以在内政方面 我的认为是 内政方面就是 稳定压倒一切 那么国会服务院的关系 搞得好一点 对不对 这是内部 那对外方面呢 你就必须要 这个 我只能对外 就是包括国安 外交 大陆跟国防 反正外交 就是小美琴坚韧的嘛 美国方面我不担心 对就坚韧了嘛 应该不用 其他人都只是一个 做个位置 不重要 对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 那小美琴就一个人可以了 他坚韧了 因为以美国为首 以美国为首 但是呢 大陆呢 这方面呢 大陆这方面 所以我是觉得了 现在看起来这个内阁 还是他是内部 内政的内部的考虑 还是为主 自己人为优先 因为赖已经讲了嘛 在过渡时间 他还是 对不对 还是执行蔡英文的路线嘛 通常这第一任隔回都被认为 可能有这个 对过渡了 随时可能会 随时可能会走 对对对 尤其脆弱的执政的情况之下 现在我也能够体调 现在这个情况 做官实在不好做了 现在不是个太平官的 对不对 国家民党的人 你怎么骂他 就民意再不满 他还是做得好好的 像王美花啦 这个卫福部啊 不过未来这几年 成绩中央不是选举 不是也做得好好的 未来这几年 你做 你是可以做得好 你要做得好好的 搞不好国家给你做完了 国家就给你做完了 所以因为 你可以想象 今天美国总统大选完了以后 中美关系 我们的外部环境 包括南海 还有今夏事件 将来处理这种事情 你也不能不排除 它还会有发生的可能 就会插枪作火 所以我面临的 其实现在面临的局势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很不好干 很不好做了 但不好做总是要有人做 所以我才说 有时候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思维了 你要与时俱进了 对不对 你不要用传统的一种 一种想法 就像你刚刚讲 他们叫马英九啊 这是去访问的 你就是用传统的想法 去想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站在 大陆或者站在马本身 来思考他这种访问的问题 就传统嘛 就是逢中必反 逢马必反 你就是传统思维 就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谁干都一样 这个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内阁的名单 看下来 就是如果只是要贯彻 赖清德的意思 OK啦 这些人都是贯彻的话 那他们也不重要嘛 反正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什么 所以赖清德如果今天 突然在520要用一个很 就像前几天谈话 说我们要国家重建 这种角度的话 来做出任何的宣誓或决策 这些人不会是反对的 只会帮助他贯彻意志 也没有什么各自的坚持 可考量的话 也都是自己人嘛的话 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贯彻他的意志 所以他今天关键 只剩下他一个人 赖清德究竟如何去展现 两岸关系的高度 如何让两岸可以维持和平 还是有把这个台独精孙的 这个意志 不小心就展现出来 想要做点什么 那这个才是关键 不专业很重要 我们现在你不要看 不重要 所以我就在问 你忠诚度 现在大陆 你看像昨天见到北京 引力 我见过他 北京市委 北京是书记 第一书记 党委书记 我见过这个人 现在大陆上的一把手 都有专业 不是航台的 他们用的现在 都是用高科技的 图木工程 因为国家现在是需要这样子 他的国家 他的政府现在目前 发展是需要这样的人 那我们现在是需要什么人 我们是需要了 听话的 我们是哪里 只需要听话的吗 有没有能够敢跟提出 这个我们讲中言 逆耳的中言 敢吗 你敢的话丢官啊 是不是 而且你说你国防 你国防专业在哪里 对 当然了 你这个吴达瀉区 他有外交的经验 国安会 他是协调 他先前是秘书长 对 回任 对 也回任 可是现在 你今天 吴达瀉区给人的感觉 就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个美国 战狼的风格 但这个是蔡赖共事 根据这个自由时报的写法 国安人士呢 稳定传承为优先 所以就把蔡英文任内的人 留住了 包括吴达瀉区 还有包括蔡明燕 把他留任下来 这当然前提也是 因为安心得没有自己的国安人 那让蔡英文的国安人 继续留下来 加上萧美琴的组合 最能够符合 那他现在相反嘛 他现在跟前夫人的回忆论 他现在是外交是凌驾于两岸关系 目前是这样 是不是 你看得很清楚嘛 那过去 就是 这个 两岸是凌驾于 大陆政治 凌驾于外交 现在看起来就是外交政治 凌驾于大陆 但我现在不晓得 陆委会将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了 是什么 我觉得还在看总统了 说老实话 还在看总统了 那么赖 就任以后 他的 他的一个形式的风格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 从那过去地方 不 从事地方行政 作为国家元首 他是 是不一样的嘛 你不能拿地方行政那种方法来 来处理国家的军国大事 对 就要看他怎么样来 当了这么多年的副总统 在旁边看也看多了吧 是不是 所以 我们总是期待是 是好的嘛 我们不会说 用酸言酸语啊 用那个 因为毕竟是我们国家嘛 现在 对不对 他现在是有老百姓选出来的 我们希望他好好干吧 了解目前的情况的是 是不一样 要有备无患 要有患意识 我总是 像我们就是苦口培训 就讲这件事情 不要完全从权力政治考虑 也不要从派系分配来考虑 这里面有没有派系分配 应该还好吧 他用一些比较还好吧 对不对 但清潮流系为主 当然林又昌是一个 大家观察也蛮有趣的啦 然后耐政部长现任 最近在地震之后 常常看到他的消息 那之前一直传出来 他愿意被受访的时候 就说我愿意去选 先棍子选区 不管是可能新北 可能哪里 都有可能 所以一着火旗 结果现在传出来的名单 是他要去接民进党 秘书长 直接扛下来是2026的重则 也就是说以选战 先上选举为考量 林又昌 这样子 大位部长位置这种 台湾选丢了 准备先败 谁不是要选举了 一个选举完 如果你整个目前的状况 什么都以选举为考量的话 那就真的很糟糕了 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讲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 有这种说法的 Politics Local 可是问题是现在 未来这几年 你看嘛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面对最大的事情 还是我们外部的变动 外部环境会影响到我们内部 你现在 你不要把所有的 看这样的结果 结果是变成一个 茶壶里的风暴而已 对不对 那就很糟糕了 那就很糟糕了 还是看老百姓自己决定 我们既然选举很多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很悲观 因为我刚刚 小英透露你真心话 说看到这个那个 完蛋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 没有啦 完蛋了 我是站在大陆的立场 大陆政策的立场 因为我比较关心 我的专业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 这个角度我看不出 你看那个角度 哪一个是可以调案沟通的 所以我才等到陆委会 对不对 我看目前这个角度的话 没有想要沟通的人 战狼的围多 是不是这个样子 政治意识形态正确的组成 围多 没有具有妥协性格的人 妥协不是投降 我们像很多人认为妥协就是投降 谈判就是投降 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把国际政策的教科书 那整个丢垃圾桶里面去了 它是一个必要的艺术 当然了 你有战力非常重要 国防部 对不对 不是国防部你的战力 只是你的硬实力而已 你还有你的软实力 我才想军心 作战意志 你有没有办法 把整个作战意志提升 孤立熊会不会更有一个味道 因为孤立熊等于是降级 从国安会部级降到了国防部 国安会没有长大会比较高 职级比较高 因为他是蔡英文更深入 更直接这个核心的人马 如果把他降到国防部去 但是换了人是吴钊燮 还是算小一个人马 所以你现在看了半天 基本上还是一个尽心繁殖 尽心繁殖 是不是 就是尽心繁殖 其实我认为 民进党其实还有很多 有大格局的 不是没有 但是也都 用派系的关系 或者怎么样 不能投其所好 也都没有用到 要为国举裁 选拳于能 对不对 那现在看起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 轻心繁殖 所以可以想见 但520 就是也说 也就如此了 也就如此了 你还会期待会有什么 surprise 我就是不要 就安全一点 就已经是 就已经是 奥秘陀佛 对 我也这样讲 就是能够 不要说是解决问题 能够不知道问题 就好了 就已经很好了 不要想解决 同意 同意 好 所以我们结论是 从明天 后天 10号 马席会 如果真的 真的登场的话 登场 因为应该是不可能不见吧 不可能吧 因为 我们在想说 如果不见 这后果可就大了 不是 这个不见的话 那真的是 跟 这真的是 违反常态 不是 不见的话 不会让他到北京嘛 对呀 不会安排到北京 而且你看 小继承讲 是你邀请 是对方邀请 邀请到了北京 然后不见面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真的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那表示 两岸也没得谈了 没得搞了 真的真的 就打包回府了 蛤 不不不不 马打包回府了 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你知道吗 那你就是 时间到了 谢谢教授 平安健康